台湾高铁在去年7月推出了一系列全球唯一以卡通探险火宝为主题的老皮列车 下个月9号将开出最后一列次了 根据高铁表示老皮列车推出一年多来吸引了130万人次搭乘 成本已经回收了但载客量渐渐下滑 将要再推出其他主题的采回列车 另外台铁因为平均每天有6000到8000个座位 被民众预定却没有乘坐 导致大量的座位被浪费掉 将另外推出新办法 只要三个月内有三次订票不取 就停止预先订票的权利 效期半年希望大家别把订票当作儿戏